各位希臘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又有多少人猜出这是什么游戏了吗 哇哇哦 这个难道是生化危机 no 这个难道是寄生浅艳 哇 不要这么多学 难道是雪原卡丁车 你们都错了 这个游戏是 大家好 我叫尼路 我是一名怪物 我呸 我是一名恶魔猎人 经营着一家名为 Devary Cry的 专干恶魔 但是干完恶魔之后一定要哭的 小型移动式事务所 怎么样是不是很帅 叽叽宝宝 好吧 这个事务所其实不是我开的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事务所原来的老板呢 因为包二奶 穷的只能每天吃披萨 诶不对 披萨好像还蛮贵的啊 这么穷还天天吃披萨 然后嘛 你懂得呀 房租付不起 水电煤付不起 房屋整修费每年几百万 现在是欠了一屁股的贼 最搞笑的是 这B在财产计程序上 写的是我一高 事情就是这样子 总之钱也欠了 事务所也开了 所以这座主角 还是我 你谁呀 哎呀 我不就是剃了个头吗 你懂得呀 这个叫干脸 而且你想呀 像我这种有女朋友的人 对吧 要稳重 不能浪 真的 我骗你们 等你们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还会允许你留这么帅的头吗 绝对帮你们一个个全都剃掉 走走走走 虽然头发剪 但是我的身手依旧 遭到恶魔袭击的时候 要洒爽地跳出车窗 果断地三级蓄力爆头 并且要在车子落地之前 去门果断地回到车厢里 就是这么帅 可能熟悉我的朋友又要问了 你弄你的手去哪里了呀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自从离开了教团 我和我老婆两个人 都过着神吃解荣的日子 这一天我稍微赚点钱 想给老婆吃点好的 我点了一个豪华全家头 我刚打开门 我还没反应过来 你送外面的人 二号手啪了一下 就把我丢出去了 嗯 对的没错 我又把老婆给搞丢了 恶魔之手也被人剁了 家里祖穿大包件也一起送人了 出一无奈 我只能打电话 给我的傻皮说说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 欠了几百万 哈哈哈哈 妈 好在我不赌不嫖 不包二奶 这些钱应该还能还得清吧 正所谓 老婆在 要文重 老婆不在 浪起来 真的不是跟你们瞎说 自从没了老婆 呸 自从没了恶魔之手 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受精了 我变得更强了 哈哈哈哈 被傻轩叔叔坑了之后 我遇见了个黑妹 我跟你们说 这个黑妹的功夫真的好 你看她给我搞了什么 矮样狗 自协铁拳 有没有 以往的招式都能使出来不说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电子性机能 这他妈不叫与时俱进啊 这还没有完 我跟你讲 我这个拳套还能换装 看到没有 火车飞拳有没有 毁天灭地 独龙钻有没有 哎 猴仔雷三个字 就写在我的脸上 小兔崽子 你怎么身上有一股 斯巴达的尿丑 哦 对了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斯巴达呢 是我爷爷 他呢 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不管走到哪里 都要带上十几斤发胶 来维持形象的 我老爸 还有一个就是 除了整天杨叶峰 就是杨叶峰的 我的傻缺叔叔 我爷爷这个人呢 在恶魔界欠了很多债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恶魔了 来找我爸和我傻缺叔叔的麻烦 哎 对 没错 我们家有这种遗传 就是喜欢老的欠债 小的去还 你知道吗 他把自己的儿孙子弟 都当成信用卡 在那边来回刷 然后现在就轮到我来还了 不过请大家放弃 这种屋里头的设定 到我这一代人 就该结束了 因为我等会就准备 打一个举报电话 不过在那之前呢 我有个非常大的疑问 以前那两个小姐姐 这次还来吗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 请帮忙点个关注 跟收藏 谢谢大家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 根据为信你的热心群众举报 在人民大道上发现一名 以时速300公里 疯狂飙车的一名六群老人 还时常发出 哦哈呼 哎 叮叮巴巴 的怪叫声 一次其常年使用有毒披萨 导致其精神失常 现已被交警大队控制 请示名门也提高警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